今天要來關心的是這個離台見報 現在這個社會大眾對到離台見報 可能會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所以歡迎今天有拿來記憲了講聽話 對到這個是不是要來開放 這個查驗負擔這個項目進行討論 不過意外跟民間團體的意見是真不一樣 什麼會更一般是 台灣人十大市英的第二位 其中六十五會英雄的老人裡面 每五的人中一個人是心中病患者 為患者是複雜的心中病患病 需要引進最新的醫療科技才能治療 不過依照現在健保的制度是沒有接觸的 因此病人較早要使用 就必須要專業助患 依照原來的寄付還是按照原來的寄付 不會多給 以客家的普遍認為說 現在的口罩是愈來愈發達 往往這個健保接觸這個地方是不會有機會 這樣就使用新的口罩來救病人的這個機會 因此希望說可以開放 除了沒有診施是誰 深入調節器跟磨油會更直接 通常人家得數的氣質是 差距負擔以外 也能夠開放 有聘差距負擔 這樣病人不能得到健保的補助 更可以提早來接觸到新的醫療技術 不過病人團體就反而說 那專門開放 病人強盡的選營 上新的油和氣質 但是對中散解決跟中級修理學人來說 負擔更加重 一旦開放差額負擔之後 對中坦階級以及中低所得的民眾來說 將會有排山倒海的經濟阻礙 人民看病不再選擇這個藥材好或是不好 因為二代憲保守政案 在二位吹氣就要飆滑 不過對部分的貼文 以客家跟民間團體的意見 還是不一樣 明明正處理共識 現在也沒有定論 記者總和報導 好 稍微有一點點 好 稍微有一點點